肋骨的本身它是一個框架 取消解並不會造成生活的影響 有經驗的醫生在取的時候 速度快 傷害小 其實大部分的患者說 並不會感到明顯的疼痛 我們很多的客人 術後還是都照樣可以騎嘛 照樣可以跳舞 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鼻子作為五官的中心 重要程度足以移下全臉的比例 因此隆鼻手術 一直都是很受歡迎的五官整形手術 這次每一支就要來介紹 行之有年的自體肋骨隆鼻手術 從自身肋骨取一小節來隆鼻 這種取自自己 動自自己的做法 有什麼優缺點呢 取用自己的肋骨 會對生活造成什麼影響嗎 讓我們來聽聽醫師怎麼說吧 大家好 我是法喬醫美診所總院長邱俊彥 因為亞洲人的鼻子 硬骨跟軟骨 多半都比較塌 軟骨也比較沒有力量 隆鼻會是亞洲人的一個選擇 我們會在鼻柱的地方 做一個支撐 讓鼻頭可以挺起來 也會做一個鼻樑 讓這個鼻樑可以增高 鼻頭會另外做一個修飾 可以讓亞洲人的鼻頭的角度上 可以更明顯一點 其實肋骨 適用於所有想要隆鼻的人 當然更適用於 醃酒熬夜夜生活免疫力比較差的 他的感染率會比較低一點 一般我們會先從 第七根肋骨的地方 取出一小段軟骨 那也有醫生從第六根 第八根比較小 通常我們用來作為重修輔助使用 另外在軟骨的搭建上 也是要根據客人的狀況 去做一些雕塑與調整 不過這就很憑 各個醫生的經驗值 根據客人的狀況 去客製化出 更好看更精細的鼻子 其實並不會 有經驗的醫生在取的時候 速度快 傷害小 其實大部分的患者說 並不會感到明顯的疼痛 甚至比取 耳朗骨來說更不痛 對於日常生活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他只是一小段軟骨而已 肋骨的本身它是一個框架 取一小節 並不會造成生活的影響 我們很多的客人 術後還是都照樣可以騎馬 照樣可以跳舞 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取出肋骨的本身 其實它並不會產生比較明顯的凹陷 因為我們的結地組織 一樣包含組織 其實會填充滿這個空間 所以外觀上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傷口也只有大概兩三公分大 一個線型的傷口 之後可以塗疤把它處理掉 出後三到六個月還是要特別注意 煙酒熬夜生活的壓力還有作息 三到六個月的時候 肋骨還在存活的階段 如果沒有照顧好還是有感染的可能 由於自體肋骨是自己的組織 它其實會存活在我們的鼻子裡面 即使有輕微的感染 調整好生活 或者是避免煙酒 其實大部分都不需要取出 現在龍筆的材料上主要是分為幾大類 自己的肋骨來做的 還有一般的外來物 外來物包括 塔麥拉 GOTEX 或者像人工骨 或者甚至像別人的肋骨 另外還有就是矽膠 至於肋骨的優點的話 主要還是在感染率跟穿出率上 是相對比較低的 排斥它是不會排斥 狼骨的吸收方面在沒有感染的情況下 大概頂多在一層左右 肋狼骨可以根據每個人的情況 去做一些精細的調作跟結構 矽膠的話就比較沒有辦法 大部分就塞入 沒有辦法做比較精細的雕塑 肢體肋骨龍筆的手術 除了鼻兩根鼻頭的隆起之外 那另外也可以做比較精緻化的手術 比方說像鼻翼的載縮 還有我們這個鼻骨方面 也可以做一個載縮 讓整體的鼻形可以再更精緻一點 所以尋找手術經驗豐富的醫生 素前進行充分的溝通 可以得到我們跟理想的鼻型 五官也會更加的協調 Action 好 直接開啥 好 直接開啥 好 所以 但一直看這裡 但一直看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